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 听懂 听懂 Gang speaking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寂导 山区辰台 夫化烟鱼 黄如梦 多少豪气已冷 过世家世 新往世 即强热血难平 岁月无情 青丝为宗 花发一生 爱与多情 相濡一抹 相守今生 相守今生 相依相伴 从此携手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凌股 凌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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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出院 罗小姐家里有车 她顺道送我们回来了 这么好的橘子 你想不想吃啊 不吃了 葡萄吃多了不好 来 吃点橘子吧 谁说葡萄不好 葡萄营养价值高 比起橘子来 还是葡萄好 来 我说橘子好 我说葡萄好 我说橘子好 葡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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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子好 你们饶了我吧 苏之伟 我欠你的 我已经怀清了 以后别找我要人情 我走了 我送送了小姐啊 算得失去 早就该走了 你也真是的 来者是客观 一番好意 我知道她是好意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她 小鼻子小眼 我小鼻子小眼 你要是看不惯 你就不要理我好了 无理取诺 别懒得理你 懒得理我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理卢安妮 不理我了 你是不是喜欢她 你要是喜欢她 你就知道了 你吃错药了 胡扯什么呀 莫名其妙 我莫名其妙 那个卢安妮 对你那么坏 弄得康康生病 你这样还这么维护她 你简直是不这样 老婆 你没事吧 别碰我 离我远点 你看这个好不好啊 这个很好的 教练 来 你看这个不行 教练 来 你来一个吧 看一个 我得看一下 老夫人 就剩这家没问了 嘟嘟嘟 看看 看看 别乱跑啊 乖 听话啊 一会儿眼睛就回来了 诶 雪猫 雨晗的孩子是不是叫康康啊 好像也是叫康康吧 你叫康康啊 是 你认识我吗 不过你很像我家里照片上的婆婆 哦 那你可以告诉婆婆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吗 雨晗 哎呀 真是啊 哎呀 婆婆家里呀 有好多你妈妈小时候的照片 你想看吗 想 哎 那你要到婆婆家去吗 好 哎 快跟婆婆蹭点啊 哎呀 找到康康 就不难找到雨晗小姐和至伟少爷了 来 把手擦一下 经过今天这么一闹 平时别看样大大咧咧的 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扭起来还真难吃 来 这只说 今天啊 经过这么一闹 我发现样对你挺认真的 我也这么认为 我也这么认为 我觉得样这女孩子啊 对你挺好 人也挺好的 你觉得呢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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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康不见了 什么 什么 大哥 看见我们家康康了吗 大叔 看见一个宋水男孩了吗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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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什么 康康的一个小男孩啊 拜拜的 没看见 谢谢啊 阿婆 看见我们家康康了吗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啊 有 有这么高 四五岁的样子 大叔 你有没有看到这么高 皮肤白白的一个小孩 没看见 谢谢啊 康康 康康 你先别着急 我们去那边找找 这位 这位 怎么样啊 找到没有 没有 那怎么办呢 康康 下一川你得出力啊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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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 志伟 什么事 看到我为什么要 有外事 我看见 刚才给老太太去那边呢 那 会不会被人拐跑了 奶奶 一定是奶奶 那 走 走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啊 好吃就多吃一点 婆婆这里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你待在这里天天都可以吃 可妈妈说 小孩子不能贪吃 贪吃会蛀牙 我要听妈妈的话 对 小孩子就是要听妈妈的话 来 再吃一块饼干 看看 妈妈 妈妈 你去哪里了 你知不知道妈妈到处找你啊 啊 你跑这么远干什么 啊 你知不知道妈妈到处找你啊 不会被打他 你知不知道妈妈到处找你啊 你知不知道啊 不要打他 不要打他 玉涵 是奶奶的错 是奶奶的错 奶奶没有说一声 就把康康带走了 是奶奶的错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对康康做的一切 就像奶奶找你 跟志伟一样 你有没有体谅到奶奶的心情啊 好 奶奶 对不起 玉涵 康康 对不起 是祖奶奶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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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把祖奶奶这儿来 来来来 好 坐下来啊 坐下来康康 坐下来 对不起啊 康康 都是祖奶奶的错 都是祖奶奶的错 对不起 宝贝不哭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 不哭了 乖宝 玉涵 奶奶是这么想的啊 白天呢 你们大家都出去工作 家里头也没有人 不如把康康送到这儿来 我来照顾她 行吗 奶奶 这好像不大方便吧 有什么不方便的 康康 是我们苏家的孩子 留着苏家的血脉 住在这儿理所当然啊 这 有谁会说话吗 啊 就这么说定了 就这么说定了 啊 这位 你是不是也该搬回来住啊 啊 奶奶 我在外边自有自在惯了 您可让我在外边待着吧 哎 是啊 养儿养女有什么用啊 长大了就到外头去了 嫌我老人讨厌 没有一个愿跟老人住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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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夫人 嗯 没事 我老了 早点死了就好了 哎 哎 哎 少爷 你刚走的那些日子 老夫人想你想的 眼睛都快哭瞎了 哎 奶奶 至为不孝 孟奶奶原谅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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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久 我们全家没有聚在一块吃饭了 真是太高兴了 来 吃饭 嗯 至为 你在外面吃不好 来 多吃一点啊 嗯 来 奶奶 您吃 哎 哎 傻孩子 这是你妈家给你的菜 你当然要吃了 奶奶每天在家里 都有人照顾 倒是这些年 你在外面漂泊 要好好补补 知道吗 嗯 快吃快吃 康康啊 吃块肉 快快长大哦 爷爷婆婆 嗯 康康啊 不能叫婆婆 要改了 要叫祖奶奶 叫啊 祖奶奶 哎 乖 哎 我们这个家呀 好久 没这么小的孩子了 康康一来呀 整个家都暖暖的 真我心哪 啊 啊 哈哈 哈 哈 雨晗 多吃点儿别客气啊 啊 奶奶 您不用担心我 我自己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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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 嗯 嗯 那我们明天吧 明天就把东西搬过来 哎呀 哎呀 那太好了 你们搬回来住 我们永远不要再分开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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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说怎么试 只要志伟在家 我怎么样都可以啊 哎 哎 奶奶 哎 这是我的工资 虽然钱不多 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吧 工资 哪来的工资啊 啊 这个月我在肖剑的公司上班 我怕您担心 所以就没敢告诉您 你每天早出晚归的 就是去上班了 嗯 我的于彤长大了 懂事了 嗯 身体不好 要多多注意身体 知道吗 奶奶 我会的 嗯 你的工资 奶奶收下 谢谢 嗯 我们吃饭 哎 奶奶 哎 以后我的工资 也全拿出来养家 谢谢 奶奶 哎 还有我一份呢 哦 好 谢谢您 真好啊 活到这把年纪 还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 真好 嗯 妈 高兴得是 您哭什么呀 哎 嗯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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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君姐 我们一家团聚了 就少了你一个 你到底人在哪里 是生是死 姑娘 我们要去是我 可爱 好 新娘 本能就可朋友的 他大户 此分 beste onos奏 成琅pes 我 还是没有俊杰的消息 是我把他逼走的 他要再留在这里 他迟早要窒息的 末末 我本来以为这是最好的案子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俊杰会因此对生活失去了信息 我太自私了 我太自私了 姐姐 你不要自责 这是我们预料不到的 真的 是因为我的任性 我不顾一切 我破坏你跟俊杰的姻缘 我对不起 怎么是你破坏的吗 我自己不要的 我自己放弃的 跟你没有关系啊 不是的 俞涵 是我害了俊杰 俞涵 是我害了俊杰 你说他万一有个三长两脱子 你不要胡说 没事的 知道吗 没事的 姐姐 姐姐他就像平常一样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去上班 晚了吗 没有回家 小心我 没事的 没事的 对不对 没事 没事 他一定回回来的 我对不起你 俊涵 我对不起你 俊涵 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我真的很想他 俊涵 我真的很想他 俊涵 我真的很想他 俊涵 二太太 二太太 杜小姐来了 来了 来了 人美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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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苏州了 是来跟你辞行的 回苏州 你疯了 那边是战区 随时会没命的 重庆我住腻了 那浩东跟你一块回去吗 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 他不会跟我去的 走 到我房间说去啊 走 你老实跟我说 你跟浩东之间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我跟他大吵了一架 我完了 我不想再留在这个伤心地 就这么点小事啊 哪有夫妻不吵架的 为了这么点小事要走 别孩子气了 我也不想这样啊 可是 他现在不爱我了 他心里有别人了 不会的 别胡思乱想 不是我胡思乱想 是我的直觉告诉我的 他心里早就不在乎我 可有的时候 女人的直觉是不对的 你看到那个女人了吗 没有 可是他跟以前不一样 他连我们的定情纪念日 都不记得了 做大事的男人 难免会忘记一些小事情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就让他向你求婚 等你们结了婚以后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他了 不是吗 嗯 二太太 电话 来了 你等我一下 喂 哪位 家里我是浩东 是你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请你吃饭 吃饭啊 这个 怎么了 不上脸啊 在哪儿啊 就是上回请你吃饭的地方 行 一会儿见 好 能力 好 好 好 有朋友约我去吃饭 要不要一块儿去 不去 不去 我没有心情 就是为了让你去散心 我才答应人家的 你去吧 我不想影响你们的胃口 人美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或许人家浩东是因为太忙了 所以才没有空陪你的嘛 跟我一块儿去 就当是陪我散心 去吧 去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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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去吧 快点 走 好 家里 你看来我真的很高兴啊 来 快坐 我带了一个朋友来吃饭 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 他人呢 去买东西了 一会儿就来 趁你朋友还没来 我向你把这个收下 什么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你 家里 自从我们相遇的那天开始 我就想为你做的事情 这是我的一番心意 请你收下 原来约你吃饭的人就是他呀 是 是浩东请我吃饭 所以我才叫你来 可是我怕你知道了以后又不肯来 就没有告诉你 你进来呀 请坐 你买新房子了 我在重庆人生地不熟的 我让浩东帮我办得过后热心 你不是说苏家已经山穷水金了吗 怎么还有钱买新房子 这是我的私房钱 不要去告诉我妈 你都这么说了 我当然会替你保密了 谢谢 浩东啊 人们要离开重庆回苏州了 还不赶紧留住他 你要离开重庆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这么小的事情 你这个大盲人不会感兴趣的 我要好好说说你 任美 几乎把所有青春全都耗在你的身上了 你非但没有给人家名分 还要冷落他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还不赶紧去道歉 他要是真的回苏州了 可就来不及了 任美 对不起啊 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我现在向你道歉 这怎么敢当 我已经委屈挂了 急挂了 任美 不管怎么说 浩东也是一个大老板 能够这样第三下四地向你道歉 得饶人出 且饶人吧 我 太太到了 好 给你切 谢谢 方太太 你来了 主编在等你 进进 嗯 主编 好 这位就是苏语桐女士 您好 方太太 请坐 好 你们这么急着找我 有什么事吗 很抱歉 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请你一定要冷静啊 经过前方同事多日查证 证实方俊杰已经 已经因公殉职了 不可能 你们一定是告诉我 俊杰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 他不会死的 他不会死的 方俊杰是个人才 我们和你一样 都希望他平安无事的 可事实 就是这么残酷 我 你看看这个包 是不是俊杰平常所用的 方太太 方太太 节爱顺便 我相信俊杰 不希望看到你这么难过的样子 俊杰 俊杰 遗体呢 遗体还在继续搜寻 不过遗物可以先领回去 应公殉职 按照规定有一笔抚恤金 只要款子一拨到 我立刻通知你 goľ 而且第一我覺得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这么早回来了 有什么好事没有啊 你怎么了 姐姐 死了 回见啊 回见 雨晗 你怎么来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这里说不太方便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你得有心理准备 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用为我担心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承受得住 你说吧 方俊杰已经死在前线了 你在胡说什么 我告诉你 我不允许你诅咒方俊杰 玉童是俊杰的妻子 一个妻子会诅咒自己的丈夫吗 玉童接到报社的消息 我不信 还打电话去相关的部门核实 确实无误啊 虽然我跟方俊杰是竞争对手 但我不得不承认她很优秀 这么年轻就为伯爵去了 确实临着乱心 你说完了吗 你走吧 玉童 我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你还想说什么呀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现在我要郑重地向你求婚 嫁给我吧 不 你这人 你为什么要趁人之威呢 我这不是趁人之威 我这是把握机会 嫁给我吧 我会给你方俊杰 给不了你的幸福 你放手 我告诉你 我以前是这句话 我现在还是这句话 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 你真不怕伤我吗 我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凶想得到 那我告诉你 你得到我的最后结果 就是玉石俱焚 你信不信 我乐意 这是你们苏家欠我的 我们苏家欠你的 我们的钱早就还清了好不好 我所受的伤害还得清吗 你欺骗我的感情 把我利用完就一脚踹开 还害我顿了五年的大牢 我在牢里 过着完全没有尊严的生活 日子一天一天地熬着 是什么力量让我挺过来的 是你 是苏家 我要把你抢回来 我要毁了苏家 我要苏家毁在我手里 万劫不负 所以说 你是有计划的 对我们进行报复 是吗 没错 王小王的世界 就是我报复的第一步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果然是你 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换卷款逃走 发国难财 这些你应该听说过吧 没错 也是我小姐亲手策划的 你太可怕了 王妃奶奶那么疼你 你居然 你居然狠得下心来 这么对待他老人家 我不管 只要你苏语涵 一天不回头 我就一天不会停止 我就算得不到你 我要让你守护在恐惧 和苏家因你而毁灭的自责中 你信不信 我信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不在乎苏家的 你知道吗 我从小在苏家 也没得到什么疼爱 我在苏家吃尽了很多苦头 我跟你说 苏家亏欠我的 不会比亏欠你的要少 所以说你要去报复苏家 你去啊 我真的支持你啊 我还得谢谢你呢 你看 你看我的手 我都不用沾血 你就可以替我妈报仇了 多好的事情啊 有了新婚 有了新婚 就忘了旧爱 想不到你比我消贱还狠 方俊杰要是知道了 会在地下猝血的 他活该啊 谁让他脚踏两只船的呀 他该死嘛 对不对 他该死 该死 该死 他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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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 妈妈 祖奶奶哭了 祖奶奶为什么哭 儿子 姨父没有了 儿子 你再也看不到姨父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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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父没有了 姨父没有了 姨父 姨父没有了 姨父 儿子 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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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应该听说过吧 没错 也是我小剑牵手策划的 小剑实在太可怕了 要不要告诉奶奶 可我没有证据啊 万一奶奶不相信 加上有二妈替小剑撑腰 别揭穿不成 反而激怒他变本加厉的 报复苏家 想不到我一心一意为苏家 苏家却因为我而败落 我虽不杀博人 博人却因我而死 我是苏家的罪人 我要怎么样 才能让肖剑死心 同时又能保住苏家呢 俊杰 你地下有志 只贴我一条明路吧 老师 你 我 这是 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约翰 罗医师 不好意思啊 那么忙还让你跑一趟 你有急事 为什么不到医院找我 有些话 医院里说不大方便吗 看样子不是小事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但是这个忙 有点强人所难 说吧 只要我能力所及 没有二话 我想请你做康康的爸爸 我的丈夫 不过你不要误会啊 我只是希望 你配合我 做一对 有名无实的夫妻 为什么 为了苏家 发生了什么事 我 难怪那天在医院 小剑会威胁我 原来你们有这么一段过去 他威胁你什么 他先是质问我 为什么要假装是康康的爸爸 你的丈夫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现在并不代表永远 也许有一天我真成了康康的爸爸 那他要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恐吓我 休想弄假成真 我质疑他 而他却要我问你 他有没有资格说这种话 这些你事后 为什么不问我呢 这关系到你个人的意思 我不方便问你 再说 我怕你误会 我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我怕你误会 隔着天涯 心如抚平 在学无挣扎 问怎么还暖不了枇杷 有人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永远深深深入无海 永远相思 人情仙掌满情态 永远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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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明白情伤 永远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人情仙掌满情态 永远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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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相守